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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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主持人 也非常感謝大家能夠在下午 然後出時間過來聽我簡單的一個分享 然後可能網絡的平台這塊兒 很多人可能知道一些 也有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聽說 然後我就大概有一個兩分鐘的視頻 想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 然後大家可能大概先知道 想要你們在試什麼時候 我會再接入我最後的一集 後面的分享 想要超越連接項目 就必須參與行業數字化轉型 中國移動 圍繞OneNet 為行業構建了 以芯片 模組 終端 應用 平台為要素的 物流網基礎設施 當海浪農業設備 接入OneNet的時候 平台能適配多種協議 提供高頻發數據吞吐能力 通過大數據技術 不斷優化種植模型 降低種植風險 提升產量 提高品質 甲電產品智能化 一直面臨開發成本高 時間周期長 技術難度大的痛點 OneNet核物提供模組 加SaaS加APP的方案組合 讓客戶一天完成測試 一周完成樣品 一月完成成品 此外 我們打通Amazon ECO Google Home 甜貓精靈 實能客戶 服務全球 製造業設備 智能化升級 如何更簡單 OneNet AI 通過對生產數據 進行深度學習訓練 將新的算法模型 通過OneNet Edge 推送到設備 提升生產效率 和產品質量 OneNet 將持續赴能公共服務 汽車 能源等行業 數字化轉型 OneNet 不止於連接 平台 它作為一個 互聯網操作平台 其實就是 助力於一種開發者 或者一些中調企業 如何去快速的 在完成某一個 SaaS應用的目標的時候 能夠提速高效 將對它的開發的能力 以及提高它的開發效率 而更好完成它的一個 開發的任務 對於平台在裡面 它就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一個功能 同時平台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說它的一些 開發的組件 包括我們的一些 數據從事物資源 還有服務器的 一些計算資源 通過共享的方式 代替以前 完全不利 延伸式的方式 來解決整個資源 得到綠色環保 所以說我理解 綠色環保也是一種 可去發展的一條道路 OneNet是作為 中國移動下的一個 網際網路開發舞台 所以 我先大概介紹一下 整個平台 基於網路下的一些工作 然後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6月6號 然後整個工信部 頒發到了一個 5G的商務台上 然後同1月的25號 我們的路上 兩點總頒發了 中國移動的5G加計劃 5G加計劃 簡單來講 主要有三點 一個就是5G加4G 就是5G網路加4G網路的 雙網行動發展 第二就是5G加SBE 主要就是 基於網路之上的一些熱點能力 如何實現一些融合創新 各部分的產業 第三個就是5G加4G 主要就是 聯合整個產業鏈 因為特別是像5G 它是出現成為垂直行業 就是它需要和產業的 雙下國家一起 共建 生態共享 最終實現5G能夠 助能整個百頁複雜大眾 然後這兩種重點 提一下ACDE這個能力體系 它其實是整個 中國移動在5G上面的一個 核心的引擎 具體這五個能力體系 主要是 人工智能 物聯網 你計算 大數據和編計算 今天我可能重點講的就是 物聯網 I 然後從另外一個場景來看 我想說一下就是 5G的一些 典型的場景 比如ENBB 高帶寬 FMTC 海量連接 還有一個就是 1LC 低食言 這個其實大家可能在 各大的論壇也好 或者各大的新聞也好 其實都比較了解這三大場景 但是這三大場景 其實是對 5G來說 或者說對整個物聯的 物聯網發展來說 是非常契合 非常匹配的 這是一個基礎的一個基點 另外從一個市場公共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從一個 調營的機構來發現 預計到2020年 大概全球的一個 物聯網的市場規模 可以達到2萬億 所以從市場加技術 這兩個團體來看的話 物聯網的發展 前提已經很廣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做完這平臺的一個原因 平臺在114年的11月份發布 然後有了1.0的版本 當時可能做的是比較輕的一個平臺 這個平臺當時主要就是為了解決一些 社會的一些揭露 揭露穩定性 並發的一些問題 包括一些企業設備的問題 當時的服務大眾可能主要是一些開發者 主要是開發者 企業可能會比較少一些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們對待到4.0的版本 完全就是主要符合你 注意的一些大企業 包括做大機這種 垂直行業 接著到目前我們大概的一個平臺連接數 達到1.4個億 整個用戶在上面 最多用戶大概有14萬 大概平臺上 沉澱了6萬多行為的應用 然後我IP的月經調用大概到70億 這是一張5.0的一個架構圖 這裏面平臺其實是圍繞著整個中華移動的雲管邊端 四個體系去 四個方面去打造的 其中平臺在裏面主要是承擔了幾個價值 一塊就是我們的雲平臺 還有雲平臺 雲平臺這塊主要分幾個能力 第一個就是我們也是我們最開始 1.0產生之初的一個根本 如何實現設備的快速接入 包括我們現在提到比如說MV的接入 包括一些主流的我倆我設備的MVTQ的接入 還有一些多鞋 比如說OPC UA這種工業鞋的接入 解決整個設備南向接入的一個中期和效率問題 第二就是北向 就是我們如何在社會接入進來之後 快速的給一些應用開發商 付的一些能力人版 快速的開發一些SaaS 這裡面提供了兩個能力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One2View 就是數據可數化的一個工具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應用開發行業 這兩個能力我後面會專門介紹到這個能力 談一個就是 就是在我們的EMBB這個大電圈的場景下 我們也提供了一些視頻的直播 包括數據的存儲 包括一些轉網的相關能力 還有一些人工智能 比如說我們的鈔錶啊 雲拍啊 還有一些那個運動監測 也因為它後面會去和視頻 Ii這塊是一個非常頂尼的結合 另外一個就是 幾乎我們運營商這塊的一個 比較特色或者是一個優勢的地方 就是如何實現一些網絡線片 原來怎麼大家都知道 網絡線片主要是 接入承載和核心網的一些網絡線片 實現一些高SLA的一個專門網的一些服務 在平台色其實我們也提供一個專門專門的一個服務 就相當於是 應用端在使用相關的能力 包括視頻也好 接入也好 使用也好 也提供一個 在網絡之上的一個 專屬SLA或者高靠服務的一個雲平台能力 這就是我們的雲切片 另外就是在真正的發展過程中 和我們在真正的項目派遇過程中 其實不可避免的除了接入以外 和本向的一些使用以外 大部分的服務能力 也就是我們的真正能力 還是很多人都會需要 很多設備或者應用開發商都會需要的 比如說我們的一些設備技術的管理 然後一些遠程升級 包括我們的規制定位 還有我們的消息率 和雲通話相關的功能 然後最終希望能夠實現的就是 能夠基於平台所做的相關的能力 全部呈現到我們一個大數據共產商品 最終能夠以數據賦能的方式 然後告訴薩斯林開發商 比如說每年可能後續會出一份研究報告 比如說 今年接到平台 截至到目前接到平台做的時候 哪些地方就是比較適合眼感的發展 或者哪些地方可能工業發展的比較安容 這些接入平台這些企業 後續可以關注這些企業 或者關注這些行業 或者關注這些行業 所以說我A級這話前面可能有個宣傳片裡面已經說到 我們通過這種 本地的設計處理 包括協議的適配和本地函數計算 來解決很多 再不用把所有的能力全部傳到雲端 直接在本地去解決它的問題 我們現在最近最心理的話 是我們在和少環移動和少環鋼鐵做了一個 智慧少鋼的融化 就是直接通過5G基站接上來之後 通過玩了在一起的編計算 幫助它去實現一些 比如說智慧鋼場的 我後面會有個案例 智慧鋼場的一些數據可視化的展示 包括一些智能設備的控制 簡單來說通過平臺 能夠為行業奉的什麼東西呢 我的理解就是三降一升 第一個就是那個 降低的一個啟動的資源 用平臺可以提供一些 問題的接入的套件 包括一些數據存出的資源 能夠介紹這個 項目啟動的一個資源和成本 第二個是降低了整個研發的時間 通過提供一些 或者一些標準的IPI的接口 用戶它不用關心整個設備 所以偉大的接入了這個接口對接 還有一些上面的一些應用開發 應用開發的一些接口 它只需要關注它本身的一些應用逻辑 關注它本身的應用逻辑 第三個是降低了整個部署的成本 因為平臺我後面會說 它提供了一個SaaS的開發環境 就是傳統的SaaS應用開發商 在開發的時候 可能就從零開始搭建它自己的 比如說架構 然後數據庫 然後資源池 而平臺在提供的時候 它本身有一些開發環境和應用的資源是 你直接可以相關於利用平臺本身所提供的資源 又不用去過多的關注於這些底層的東西 第四個提升 主要就是我們在剛才4.0 已經介紹到的 鼓動作風的能力 能夠加快它的應用開發周期 這裏是我大概收取了幾個典型的能力 然後後面我會重點介紹一下我們的可視化和應用開發環境 數據可視化這塊 它其實簡單來說 它其實就提供了一個完全免代碼 免代碼開發的一個拖拽式的一個數據大屏的展示 它提供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完全通過拖拽式 不需要用戶去關心這個頁面到底怎麼去設計 它提供很多的系統的架構組件 和一些2D 3D的組件庫 通過這種拖拽的方式 以及關聯設備的方式去實現這個快速 可以達到一個相當於比較專業使用的一個大屏的應用 第二個是我們可以支持多數據員的密接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支持以平臺之上來進行 我關注平臺的類似數據來實現一個數據的展示 同時也可以支持比如說第三方的快速號數據庫 或者二貨數據庫 然後接換的數據庫都可以直接實現 還有包括我們的數據 自動的那個屏幕適配 還有一些能力開放 包括整個組件的交易領域 因為在真的大屏展示的過程中 你可以發現可能有很多的聯動或者下方 比如我點了這個組件之後 它可能會下方需要開發 看到另外一個遊戲 或者說我選到比如說接換區域的時候 同時另外一個組件 它會有個相關的聯動 這裡我簡單舉了兩個案例 第一個就是我們當時在河北韓當的一個 普特爾主導種植員 當時就是業主吧 就是想做一個這種速度化的可吃化的 正統化種植 正統化種植 正統化種植它是中期實現 其實它鋪了很多傳染器 傳染器相對來說 是比較容易去適配或者說會接入的 這個實現代表這個能力 更最大的問題是 它如何把它展示出來 而且這個時間 當時這個項目做起來 是比較著急 怎麼去實現這個問題 如果按了傳統的方式去開發一個SARS的話 大概要花到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去做 就是我這邊會有這個比較 它這樣做一個就是完全 完全類似於數字男生的這種方式 然後展示它的一些大盆當地的狀態 包括它大盆給它的溫度 濕度和環境相關的一些數據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推薦它用這個 玩的圖給油 這個玩的圖給油這塊的話 有些幾乎的推薦 比如說我們大盆這些的推薦 包括一些穿感器的一些原始的數據 和圖表數據 很快幫它去搭建了這個大盆的一個 大數據周圈的展示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韶剛的網站網的一個展示項目 就這裡其實可以看到它是通過那種 完全數字男生的方式 把整個鋼場 通過GPS那種地球定位 地球定位 以及內部鋼場的流程 全部都找到線上 如果後面有時間的話 我其實可以分享一下這個連結幾名 完全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3D數據建模的一個構成 然後從整個開發成本上來看的話 然後從整個開發成本上來看的話 按照傳統的方式 比如說開發某個項目 它可能需要一個修復的說明 然後U1U的設計 翻案的設計 然後前後段的開發 前後段的對調 然後整個實踐 包括後段還維護整個項目的版本 版本的穩定 然後基於維路來開發這個項目表 大概我們評估了一個項目來看的話 從一周四個人 基本上給了一天一個人的項目 這邊我會有一個設計 就介紹完沒有一個項目 使用OneNet View工具 能夠將各種數據 進行智能化和分析展示 OneNet提供90多個標準插件 開發者依然通過拖轉式 進行應用搭建 十分鐘即可快速完成 OneNet View能夠幫助客戶 在短時間內實現數據的建模 轉換和大型展示 是開發者的有效工具 這是整個大通展示這塊項目的能力 然後我再說一下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是為了富能薩斯應用開發商 如何去做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搭建的一個移用開發環境 就是傳統的方式去開發 可能是完全是從零開始 而基於這種開發環境去開發的話 它裡面會提供很多比如說 像一些定位的一些能力 直速的一些能力 包括我們本身會打造一個 從開發到插槍測試 到一件不符全流程的一個不符環境 所以你在開發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自己去搭建相關的底層服務 和底層的一些組件 比如說你要去對接相關的支付啊 對接相關的一些健全啊 實名認真啊 這些完全在平台這個環境裡面 也就幫它去以原子能力的方式去沉澱的下面 基於這種方式去開發 它的效率非常高 這是我們當時 基於閃西流瓦線的一個 NB的智慧停車的項目 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大概節省它做了一個評估 大概就是用了一個人 當時是兩個人 大概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實現了整個包括 後端那個後端管理系統 包括整個前端一個APP的一個展示 在用戶進來之後 如何去選擇停車查找位置 以及包括整個的交費支付等 這些接口完全都可以通過這個開發 一般去設置好 直接去對接 所以開發很快 包括後台的一個管理系統 對它的叮噹管理啊 包括它的對它的設備的管理啊 包括它的對它的設備的管理 包括對你的設備的一個狀態的監控 通過這種方式使用後 大概可以提升大概60%的開發效率 所以這裡其實對整個SaaS開發張力 如果有需求的話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工具 跟西方介紹一下 這裡同時有一個視頻在介紹 群人間結帳 作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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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製作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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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elen Dank. Applaudis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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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audissements